在這西太平洋的島嶼爭議當中呢 我們可以注意到 韓國的總統李明博 身為李大炮 他對日本這個獨島的事件上來說 大放厥詞 但是呢 這獨島上面的爭議來說 韓國可是獲得了全勝 李明博在這即將卸任的時刻 居然蓋豪宅咧 所以啊 立剛 他是一個 韓國史上第一個 不知心的總統 也就是 我把我的薪水全部捐出來 我不要國家給我的薪奉 李明博就得了人心了對不對 然後呢 最近對於獨島的爭議 你看他的態度這麼堅決 得到了所有老百姓的掌聲對不對 對 但是 但是 現在最近傳出來說 李明博他卸任之後 要搬到首爾江南區 大家還記得 歐巴卡南斯大 這個是最最先進 最豪華的 首爾最貴的住宅區 你知道 但是這前面有前文 為什麼你知道 這叫論雁洞對不對 這江南區的精華區 可是他前面 他本來是要搬到他兒子買的 叫內股洞的一個地方 也在首爾 內股洞的 但是 那一個內股洞的房子 比這個還豪華 那個更豪華 那個更豪華 結果他說 國家負擔比例過高 你知道就是說 國家要幫這個謝任總統 付的豪宅的錢太高 所以他說 百姓抗議 那我回來 這個是我1982年買的 我的老宅 對不對 很老舊了 那我重新整理 再蓋 再蓋 改建一下 對不對 不得了 一改建 你知道要多少錢 67億韓元 等於台幣1.76億 嚇死人 為什麼今天 可能對於一個 卸任元首來講 1.76億 對於台灣的元首來講 不會是不能想像的數字 可是現在韓國的經濟 已經非常糟糕蕭條 所以李明博在這個時候 來做這件事情 遭到很大的反彈 我們再來看前任幾任總統 盧武炫花了台幣3000萬 這個房子被人家稱作 俄房公 他的下場 是自殺收場 前總統金大宗 花了20億韓元 引起豪華住宅爭議 你看美倫美奐 金永山 在金融危機的時候 20億 這個叫什麼 這叫韓喜公 你知道 嚴喜公 對不起 叫嚴喜公 每一個公 每一個現任總統 都要住這麼漂亮的房子 我們現在對照一下 美國總統雷根 他退休以後 把所有的錢捐出來 做什麼 做老人痴呆症的研究發展基金 而且不住豪宅 住回自己的老房子 還有一個更妙 杜魯門總統 是什麼 回到他自己創建的圖書館 當什麼 當管理員 每天收費 人家的總統 是這樣退休的 韓國總統 這樣退休 所以你看 現在百姓都在罵 如果今天李明博 中國不懸崖勒馬的話 他在歷史上的定位 也不會好過這幾個總統 但是華乾講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為什麼在這清瓦台待過的總統 好像每一個人的命運 都是那麼的坎坷呢 能夠平安下莊的總統的數量 好像真的是屈指可數耶 為什麼呢 民運 是 立剛 你知道那個南韓總統 他不知道上任的時候 就要入住哪裡呢 就是我這個 現在看到的這個 就是清瓦台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總統府 你看他的外觀 其實是非常的氣派 那他的地理位置 更是不得了 他是位在這個首爾市 也叫他們首都首爾市的西北郊區 然後呢 他面對的是那個 非常有名的景福宮 那他背後呢 是這個北越跟人望 兩大齊山 那另外呢 站在這裡喔 還可以遠眺漢江 你看他的這個地理位置 可以說是比一般的風景名勝 都來的還要優美 那更不用講說 他是韓國人口中風水最好的地方 那大家都會好奇啊 這樣子所謂的這個風水寶地 為什麼他所有的總統 每一任不是被流亡被槍殺 要不然就是什麼下獄啦 貪污啦什麼的 都沒有一個好下場耶 我們來看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我們首先先來看他第一任 這個李承晚 他就是帶領這個大韓民國 獨立建國的這個總統 然後呢他是在他任內的那個晚期的時候 被爆出說 因為是操弄總統選舉 因此是引發全國學生的一個示威抗議 那最後的下場呢 當然就是被迫流亡 然後到夏威宇之後呢 是要求政治庇護嘛 然後接任再來呢 接任他第二個是這個補正希 他的下場就更慘了 他是後來是在一個晚餐的時候 被他的心腹喔 是他自己的心腹 是一個情報局的這個首長 當場被槍殺身亡 那他的老婆呢也是被北韓間諜給暗殺 也是後來槍殺身亡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這個全斗漢跟盧泰宇 人家說這兩位是政治上 南韓政治上的這個難兄難弟 結果這兩個一下臺之後呢 立刻被清算 兩個人都是被 呃就是被控說是貪污 跟取得這個政治獻金的罪名 鑼鐺入獄 最後這個全斗漢 他一開始呢是被判死刑 因為我們知道南韓對於這個貪污的罪名是非常嚴重 他被判死刑 然後這個盧泰宇呢是被判十七年 結果後來這個全斗漢 後來是有被特赦嘛 然後最後也是這個流亡 被放逐啦 然後再來我們看這個 他們的兩個的政敵 接棒這個金勇三 是全斗漢跟盧泰宇的這個死對頭 後來呢他就上任了之後呢 沒想到他本來他本來可以安全下莊的 後來沒想到他的兒子也是被爆發出來說 是收受這個政治的企業獻金 然後後來被判刑兩年 讓他的這個政治生涯可以說是顏面無光 那我們來看最新的這一任是 在上一任是這個盧武炫 盧武炫他本來是打著這個清廉旗幟上台的 結果後來他執政的時候呢 也是因為做得不太好 會被外界批評他說執政無能 那人家就說那你最起碼執政無能 但最起碼你清廉總是ok吧 結果沒想到他的老婆也是被爆發出來說 收受政治獻金 結果他的下場很慘 他最後是跳崖 跳崖親身然後來明治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接任這個李明博 感覺上他表面看起來是可以安全下裝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喔 他的哥哥在前陣子也是因為收賄 現在被收押 那我們剛剛講說這些總統 都是被卸任之後才被大清算 所以李明博他的這個命運還不知道喔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你剛剛不是講說 清瓦台的風雪很好嗎 那怎麼每個總統都會有事呢 所以也有人說是清瓦台的風水 真的出了很大的問題 聽到明玉這麼一講 而且我們看到那手版上面 七個總統耶 全部都出事耶 怎麼在清瓦台裡面當過總統的人 到最後的下場 都是這麼的淒涼呢 是不是清瓦台的風水 還有凶煞在裡面啊 我去過清瓦台啊 我跟你講你要去清瓦台的時候呢 游覽車到前面一段路喔 導遊就會叫你下車 因為車子不能開進去 它有點類似像我們總統府前方 不是凱達格蘭大道 一條路只從你清瓦台正門而來 但是凱達格蘭大道至少到總統府前面 還有重慶南路這樣子分流嗎 對 沒有他們沒有 就是一條路直殺到你前面就對了啦 所以那條路喔 一開始讓我就感覺怪怪的 這有點像是什麼 一箭穿心 不過我告訴你 路還算其次 因為路是人開的 那是後天的 先天的就比較倒霉啦 先天上也有問題 清瓦台 這個是利用Google地圖 讓大家看到清瓦台的一個所在位置 好 你看一下 它的後方 也就是它的北方 這叫什麼 玄武山 玄武山在它後面啊 照道理聽起來應該不錯啊 有靠山啊 被有靠嘛是不是 被有靠在風水學上來講 就是得明星 有依靠 李明博的確得明星 剛剛王剛不是講到了嗎 他不知心 你看李明博從一個漢城市長 能夠當到總統 他的確得明星 但是 有好比有壞 他雖然讓你有靠 但是他就像一個弓箭一樣 玄武背後拉弓 我們中國人常講背後拉弓 案件傷人 所以呢 他就是 會在你意想不到的時候 突然來一個案件商人 我舉例 以 韓國的歷史來說 1910年當時日本 佔領了朝鮮 然後呢 讓朝鮮淪為他的殖民地 你知道日本是怎麼樣來做這種 案件商人的 勾當嗎 他為了要滅這所謂的 朝鮮李氏王朝的王契 他 跑遍了全韓國的山脈 包括什麼 玄武山 包括太白山 包括了王宮 景福宮附近的所有山脈 開始給你定入 八米長的鐵莊 定鐵莊 我知道立剛 一講到定鐵莊 你就會想到什麼 像我們宋楚瑜 宋先生 不是之前也要講斷麥丁嗎 沒錯 他就是用類似中國 疫情風水的方式 去破壞你李氏王朝的地脈 你知道這些鐵莊 全部韓國加起來 數以萬計耶 嚇死人 好啦 他就是要讓你斷這個地脈 現在韓國 已經陸陸續續 把這些鐵莊 都拔起來了 但是為了是你的地脈 已經被破壞了嘛 所以呢 韓國的風水 現在有請很多世界級的風水師來看耶 看要怎麼樣才能夠掃除 這個被破壞的這個陰霾 好 我們講完了 玄武山的背後拉弓 我們再來看看 隱憂二是一箭穿心 我剛剛開場白就提到了 一箭穿心 除了你清華台北一箭穿心之外 就連韓國的 朝鮮當初的王宮 警符宮 他也被一箭穿心 你看 警符宮在這 清華台在這 清華台在這 清華台的正門有一條路 我們喔 我們要看清華台 要拍照只能在這邊 這邊有廣場 那這條路呢 都是他們的偉案特勤人員 但是這條路 你從他的正門直衝進浮宮的後門 對於住在裡頭的這個所謂的 當時的 我們講就是他的這個皇帝啦 是不是 是不是被他也是衝到了 這種一箭穿心煞呢 也讓朝鮮動蕩不安 我們來看隱憂三 隱憂三這個 當地的朝鮮 韓國的民眾 那可是津津樂道 他叫白虎肉針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先不看清華台 我們先看他 位於他西方 也就是左青龍右白虎 這叫右白虎 為什麼 因為正面是這樣看 他算他的西方 算右邊 右白虎 你看看這座山 你有沒有覺得看起來 一副就是不懷好意的樣子 兩個眼睛瞪著你 這是角度的關係 如果我們在現場看 這會比較偏過來 他是瞪著你喔 我告訴你 白虎山啊 白虎啊 他主權利 然後呢 他比較有利於清秀 什麼叫清秀 就是女的啦 他有利女的 不利男的 男孩有出過女總統嗎 目前還沒有 當地的民眾都說 快了快了 普正希的女兒嘛 好 那是題外話 因為這樣子呢 你有沒有看到 亂石裸露 就覺得他一副就是什麼 真容 一副那種面目可正的 瞪著你新華台 所以他們才講說 這個風水也被他給破壞了 看到沒 清瓦台的風水上面來說 真的是有些凶煞 在裡面呢 但台灣的北部海域呢 號稱為北部海域的 百慕達三角洲 而這個魔鬼的三角洲裡面呢 這個範圍就在這釣魚台 一直到我們彭嘉宇之間 我們廣告回來 再來揭秘 我們下個字 到這邊 的視乎 到這邊 輪 來 我們下個字 這 我們下個字